在70年的时间里,损失的近2400架飞机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感觉我想全球除了印度其他国家都无法体会 上千名飞行员因此死亡 许多原本战力强大的机队摔着摔着就没飞机了 那么印度的摔机事故为何如此频繁?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阳亨特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任何国家的空军都会发生事故 但印度空军却能将这种事故变成家常便饭 根据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 目前印度空军主要在一个类型的飞机来源十分全面 俄罗斯的密格和苏霍伊 美国的大力神和环球霸王 法国的幻影和阵风 美苏法三系武器 都能在印度的地盘上和其相处 老亨特只能说不愧是种族熔炉印度 尽管这些战机来自天南海北 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一定会在印度手里摔毁 数据统计 印度空军从1952年到2021年 这70年期间就损失了2374架飞机 而到现在印度摔飞机的行为仍然屡见不鲜 这里老亨特猜测 印度摔飞机的总数 获取已经突破2400大关 事先声明 老亨特的数据取自这个名为 巴拉特拉克沙克的印度网站 这个网站虽然是一个私营网站 但却会记录印度国防部时不时公布的事故数据 并做出更全面的统计表 十分具有参考价值 从图表上来看 在这些损失的战机当中 又分为1126架战斗机 和一些248架非作战飞机 此外还有229架教练机 和196架直升机坠毁 这些坠机事故导致1350名飞行员死亡 每人都给政府造成了数千万卢比的损失 在2009年至2018年的7年间 平均每年坠毁近10架战机 他们作战飞机的整体损失数量 更是超过50个中队 这是什么概念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美国空军的一个中队战机数量 在18到24架左右 整个空军有48个战机中队 就算是按顶格的24架来算 总数量也才1152架战机 而印度空军的战机中队数量更少 一个中队有20架 印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目前也只有30个战机中队 是全球第五大规模的空军 因此可以说 印度这些年摔的战机 足以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国家 摇身一变成为空军强国 同样如果印度战机摔的没那么多 它这个世界第五的空军排名 或许还能往前再前进个一两位 但现在说什么也已经晚了 印度自己也正在为缺少战机数量而发愁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坠机频率这么高呢 对于这个问题 无论是我们普罗大众 还是印度飞行员本身都十分好奇 毕竟一个是想吃瓜 另一个则是关系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这里我们先来听一下印度的解释 这肯定得解释 要不然那些飞行员的家人都该闹起来了 家里好不容易出个飞行员 结果却莫名其妙死在坠机事故里 这等于祖坟刚冒起来清烟就被泼了一盆水 搁谁身上都接受不了 那么印度军方是如何解释的呢 说法有很多 这里老恒特捡几个常见的说法 首先印度飞行员平时的训练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每年的飞行时间高达三百个小时 毕竟人家咋说也是全球有数的军事大国 要时刻准备好维护试机的准备 平时有事没事就是练练练练练为战嘛 但随着训练强度训练科目难度 和演习对抗力度的逐渐提升 这飞机事故率和坠毁率自然也会跟着上升 再说这个时候印度还特意拉上美国 表示美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 训练导致的坠机数量也达到了每月两架 印度摔的这点飞机根本不算什么 视频的中间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老恒特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好了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实际上印度的说法只是在吹牛找借口 他们空军飞行员根本不可能达到那么大的训练强度 一位F-16飞行员曾对外表示 战斗机要达到三百小时的实际飞行时间 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像是F-16这种的第四代战机 每小时空中飞行所需的地面维护小时数很大 新型战机是九到十四小时 而老战机则为十九到三十小时 因此如果我们假设印度的苏30MKI战机 其实平均需要十二小时维护 那么印度飞行员每年的三百小时飞行时间 所需的维护时间将超过每年三千六百小时 这个时间即便是印度飞行员全年不休息 且不去参加培训研讨会等所有活动 但它每天也需要在天上飞十个小时 所以在飞行时长这方面 印度明显是说谎了 但没关系 印度还有其他说法 例如炮轰其他国家战机质量不过关 才导致坠机这么多 在这场口诛笔伐中 俄罗斯的米格系列战机 可以说是印度甩锅的头号目标 从1966年至2012年共有872架苏质米格系列战斗机 在印度空军服役 其中有482架坠毁 因此米格战机在印度空军素有飞行棺材的恶名 当然印度也没放过其他国家 像是什么法国的幻影英国的海耀 那都是仅次于米格的次品战机 印度空军就是用了这些假冒伪劣产品 才出现这么多的损失 一时间英法俄三国有苦说不出 但另一边同样是卖给印度战机的美国 却不在印度的攻击行列 因为人们很少听到印度的美制飞机坠毁 例如印度从美国买的那几架C17环球霸王 就从来没摔过 难道说这美军的战机质量就是要比其他国家的好 当然不是 其实印度摔飞机这么多 和其他国家的战机质量关系还真不大 毕竟都是国际市场上有名的军火商 无论是米高羊还是达索都不希望因为出售残次品而坏了自家的百年生育 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印度后勤这块 就像是前面那位F16飞行员说的那样 飞机每次飞行后都要有一定的维修保养时间 来确保它下次能继续翱翔蓝天 而印度的飞机一般都是在他们的国有企业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进行维修保养 这个公司虽说是国有企业 但却一点都不靠谱 新印度斯坦航空之手维修过的飞机大多以坠机结局 甚至有网友戏程 一架飞机被斯坦航空修完的飞机还能多出来两斤零件等备用 据统计印度斯坦航空自1992年至2004年前 一共组装米格212架大修8架 其中8架坠毁 组装美洲虎3架大修5架 其中6架坠毁 大修换营2400架 然后全部坠毁 终于在2013年的一天 一位印度飞行员终于忍不住将印度国防部和印度斯坦航空告上法庭 他表示斯坦航空的粗质滥造对他的生存权造成了侵害 并要求赔偿 结果还真的告赢了 2017年德里高级法院判决斯坦航空向飞行员赔偿500万卢币 除此之外 印度在这方面的国际风评也不擦地 前段时间 波音飞船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波音搞了个载人飞船计划 结果在把宇航员送太空的过程中 飞船出现了各种毛病 最终导致两名宇航员现在被留在空间站下不来 而事后波音表示 自家飞船之所以会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使用了印度提供的太核心阀门 原来当波音将这个阀门订单交给印度之后 印度为了省钱把阀门换成履核心的了 这么一来 星际客机不露反倒显得不礼貌了 现在再回到咱们开头的问题 印度从美国买的那几架C17环球霸王 为啥从来没摔过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人信不过印度的维修人员 印度C17用的一直都是美国自带的维修保障人员 人家为了不在印度这杂招牌 十分的力恐怕还要出十二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